今天过来牛仔城逛一下 看一下有什么新款 现在中午出来逛的人比较少 这些新款的秋装牛仔裤 这些款付六还是非常不错的 毛巾底料 去年卖的最多的就是这些底料的款 好,这个款 这碗泡泡放水过来拿一点茶叶 看一下,这个是太平侯葵 挺好喝的 就是不怎么耐泡 泡出来也挺好看的 这里我试了三款的红茶 有英红9号,有云南电红 那个水温呢,控制到85度左右 然后冲泡的话,这样的茶 冲出来是比较甜水的 泡泡 泡泡,你要喝茶吗?泡泡 汤色还是比较好看的 我现在冲的是这个款的 我冲的是这个 这个 这个茶底不怎么好看 我刚刚冲了一下,这个不好喝 这个呢,是我经常拿开的这个 鸭茶比较多的 看起来也比较好看的 这个 这个是最好喝的 我刚刚我也冲泡了 就拿这两个款吧 这个看起来金黄色一点 茶底比较好 这期的上海 还可以 半斤一袋 中河 还有 迟过 也输过 也曾灿烂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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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选择 也曾灿烂失落 也曾灿烂失落 好了 回去了 泡泡 我把你卖在这里 抵押这个茶叶钱就算了 两个女儿我是赚的 不行 后来这我就不要 女儿还是要的 泡泡你还是挤一点钱的 1373块钱 看一下我的用电量 因为上个月是最幼的时候 我用了528块钱的电费 还有45块钱的水费 其实光是房租的话 就是600块钱 然后呢 50块钱的那个网络费 还有150块钱的那个管理费 我不知道这个管理费是哪里来的 我也没有看见它有什么管理 反正这个房租 我觉得是挺贵的 我家里面不到20平方米的地方 哈喽大家好我是赵云 前几天我还满满的安全感的 但是到了今天晚上啊 我的安全感消失了 我觉得离婚的女人啊 特别是带着一个小孩的 你如果手上有钱 你就会觉得有安全感 但是如果你手上没什么钱的话 你就开始焦虑起来的 你就怕突然发生个什么事情 你就没有钱去周转 没有钱去开支 所以呢我今天啊 我有点失预算了 嗯在中秋节之前呢 我手上还有一万多块钱的 因为那那我又发了几十斤的水费 到国外去哦 然后上段时间我又卖了一些杀人 还有一些损干的钱 我想着要过节了嘛 然后我要给一些扩款给我爸 因为一个家庭的开支过节的话 还是挺大的 有亲朋好友过来走亲的 然后我爸要做一些人情啊 或者是什么的那些哦 反正我把钱给他 反正这些扩款的话 我就卖出去多少 我就结多少给他哦 但是我剩了几千块钱 因为在中秋节之前呢 有一个客户说 他想要三斤的橙皮 这个是回头客来的 他上段时间的时候也跟我卖过橙皮哦 但是我家里面的扩不够揪给他了 我就说过完中秋给你发货吧 然后过完中秋的第二天 我就早早的送泡泡去上水了 我又去了一趟新贿哦 拿了二十多斤的橙皮回来哦 去一趟的话因为费用的话 来回的就是费用需要花四百多块钱哦 所以呢我去一趟的话最少要拿十五斤到二十斤起步哦 要不然的话你除了这些费用你就没有什么钱赚了 所以呢我就多拿一点回来 然后就不用经常去哦 还有今天呢我就早上的时候他没有跟我说要旧房租 我昨天也把这个事情给忘了 去了一趟牛仔城我订了一千多块钱的那个秋装的那些新款哦 如果我不交一点定金的话 到时候呢我是要拿货的时候 这个货他又说没有那货就没有哦 如果我交了一些定金给他 然后呢有一批货是我的 到时候我如果把我卖不了那个货的话 我可以换其他的货哦 难道一个秋天跟冬天我都卖不了一千多块钱的货吗是不是 所以呢我就放心的把这些货款交给他 然后中午的时候又有一个客户说他想要拿两斤的红茶哦 但是家里面的裤也没有了 所以呢接完泡泡放水我又去了一趟万江 因为在新唐这边打车去一趟万江的话 也要几十块钱的车费 我就拿了一千多块钱的茶叶回来哦 然后回到楼下房东说 哎你把上个月的房租付一下吧 然后我拿过来看了 一千三百七十三块钱 哇 换完那些我手上还剩下三百多块钱哎哟 但是没钱不要紧 但是我手上有扩 把扩卖出去了 我也是把钱收回来哦 所以呢不要紧 现在就是把这些费用全部换完了就没什么钱而已嘛 然后等到时候呢 因为我到时候拿服装的话我就可以慢慢的去减速哦 还有把这些货卖出去渐渐的就会有钱了 嗯一天开支今天开支了三千多 昨天开支了四千多然后中秋节的时候也开支了几千 我感觉我这个星期花了一万多块钱 哇我以前做生意也是这样的呃就是把货卖完的时候呢就是手上有点钱 但是一旦把这些钱都拿出去拿过了之后呢就是手上就没有多少钱的现金的 反正我感觉啊我现在好像是不是开档口 但是我手上也要需要一点钱去周转的 所以呢我平时虽然说不是呃特别花费特别大的人 但是呢我也有感觉我也没送什么钱啊 有时候呢呃要交泡泡的学费 交完泡泡的学费停不了十几二十天又要开支这个开支那个 哇开支还是蛮大的 所以我要努力的赚钱狠狠的赚钱 要不然没有安全感 好啦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朋友请给我点个关注哦 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 这么贵我要搬家